台中捷运工程发生意外到现在两个多月了 该由谁来负责始终没有答案 唐市议员陈陈天在市政总质询上 直指交通局应该要勇于承担不该再卸责 而另外议员陈淑华等人 也要求市府针对复工的骑程给一个答案 对此林嘉伦回应 只要北捷能够提出合理的改善计划 不排除分段复工 那我想我代表交融局跟社会大众 跟台中捷运工程表达最深的建议 深圳一鞠躬坦承疏失 终结事故发生之后 交通局长王毅川出面道歉 画面记忆有心 但是后续惩处却没了下文 市政总质询上议员陈陈天 直指交通局该勇于承担 不该再卸责 局长王毅川更该自情处分 我觉得我们台中市政府 你能先说 没价值 没承担 你第一时间 没有老百姓有一个感受到 有千层去市政总质证 自我处分吗 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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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 有没有 你看看没 我刚才会在台队 都会在管理的价值 面对议员的质询 交通局长一脸尴尬无言 没有具体回应 而另一个民众关注的重点 就是终结核实复工 因为这次发生意外的区段 是由远洋工程承包 但其他标段的大陆工程 也遭停工 议员陈淑花等人 也要求市府针对复工 骑程给个答案 请问市长 那你到底跟柯市长 有没有心结 你们有没有心结 现在大家对你们两个的关系 都觉得很有兴趣 你们到底有没有心结 没有心结 我所要求的很单纯 我站在市民的角度 希望说柯市长来到台中 所答应的台中市民的承诺 把它做出来 我们就尽快的让这一个复工 就是这一个适应跟改善的 一个计划书 到目前为止 他们老是说要复工要复工 但是都没有提出任何 复工的计划书 我们希望说再重申一次 希望说他的改善计划书 一定要送到我们的手上 包括说我们的补充协议 能不能进行 也希望说市长 你一定要硬起来 不要妥协 针对中节复工 齐城市长表示 要求北市府尽快将改善报告提交出来 只要北捷能够提出合理的改善计划 不排除分段复工 另外日前北市府送来的改善方案 没有复建 交通局也呼吁双方应该互相尊重 尽早促成终结复工 有据提供提供采访报导 不容认天地原划 不容认女人 如果应该证实到 不容认导